对于电视机前很多爱美的女同志来说 尤其是人到中年的女同志 可能你对阳胎素不会陌生 什么是阳胎素呢 准确来说呢 它是来自欧洲阿尔卑斯山脉 海拔四千米以上的 有一种动物 就山地黑绵羊 这个黑绵羊怀孕五个月 它肚子里那个小羊的阳胎 从叉的身上提取出来的这种激素 被称为阳胎素 其实这是什么呢 也被称为叫活性细胞精华 它的道理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看人为什么衰老了 就是细胞啊 这个越来越老化 有的死亡了 该淘汰了 那么好 我们把活性细胞精华提取出来 打到你身体里边 那么就会刺激你的细胞啊 加快分裂 快速生长出新的细胞了 把原来老的细胞就淘汰了 这你不就不老了吗 它的基本道理就是这个 其实就是把这个羊胎里提取出来 这个活性细胞精华呢 用生理盐水溶解了 然后再打到你身体里 当然它不光是这种小羊的羊胎素 后来也就拓展了很多其他动物 包括从胎盘里提取出来的 也都统称为羊胎素 那么说这个好使不好使呢 它的历史很早了 当年发现羊胎素这科学家 在1912年的时候得了诺贝尔奖 后来在1931年的时候呢 瑞士有一个叫保罗的大夫 他把这种羊胎素呢 注射到一个患有甲状腺病的病人身体里 结果这个病人本来生病吹危了 为这个因为注射这个多活了31年 最后89岁才死 所以在那之后呢 很多人就开始认为 这羊胎素确实有神奇的功效 所以在这个1931年之后 这70多年间呢 就有不少的世界政要啊 明星啊 这名人呢 都跑到瑞士保罗医生那家医院 来打这个羊胎素 你看什么罗马的教皇啊 还有什么这个丘吉尔啊 戴高乐啊 玛丽联盟禄啊 马拉多纳啊 佐贝林啊 等等等等 包括英国的皇室成员 都跑到那去打羊胎素 所以它形成一种风气呢 说这个就能反老还童 抵抗衰老 而且你看宣传机构 给你得出的结论 打完了之后 皮肤有弹性也有光泽 而且这个深度睡眠比过去好了 免疫力提高了 甚至还提高性功能 不遇不遇的说 打了这个都最后生孩子了 反正说的是天花乱坠 那么说既然说的这么好 为什么瑞士卫生部和药监局 发出这一纸公文 因为现在在西方啊 这个羊胎素 科研机构研究来研究去的 证明呢 它对于有些器官和关节的病变呢 会起到一些作用 就是能治一些病 但是治病呢 也得看这个人适合不适合 说白了 它不是普遍的能推广的 现在还仅仅处在临床阶段 等至于说它抗衰老美容 现在没有任何一家正规的医疗机构 得出的最终大家信服的结论是 它对抗衰老有用